啦啦 以前开法郎 其实这个蛮赚钱的 那田一公立的男朋友的妈妈 一直要让你的男朋友的妹妹 到你的法郎工作 对 要做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他妈妈是做保险员 然后他都蛮关心我店里的生意 那我店里生意真的不错 就是第一年就回本 然后第二年也存了不少钱 然后他都说 以后你就是会跟我儿子结婚 所以你就要来加入保险 存一个结婚基金 我听起来也很合理 所以我就每个月都有存五千这样子 你有要保险吗 对 我有要保险 然后我觉得这个都还OK 但后来他就是一直想要让他女儿 他女儿大学毕业 然后还在找工作 他就说那你们店里 应该需要一个管钱的会计 可是因为法郎就洗一个头两百块 剪头发四百块 汤头发一千五 这种虽然我学历不高 但我这个算得很清楚 这个资产负债表 那这个是不需要会计来帮忙的 然后我也没有这个预算 因为这个就很简单的是 所以我又很委婉地跟阿姨说 阿姨我这个账我自己管 都管得很清楚 她说不行 你这个规模要做大 所以你要让我女儿进来帮你管钱 而且她是学商的 所以像你 因为我是念大众传播课 她就说你就不是学商的 所以你要让我女儿进来 但我公司就没有这个预算 要请到会计 我后来就想说 不然还是来学一技之长 就是跟我一样从头开始学 对 因为每个设计师 每个老板娘都是从洗头小妹开始 然后阿姨就不开心说 你叫我女儿跟你一样在那里洗头 然后我就想说 那洗头是怎样 洗头是怎么样 对 对 洗头也会洗到出人头地 而且就是什么工作都是 跟人家曼督法郎 对不对 那是怎么成功的 对 就是她 她就让我觉得说 她只是想让她女儿来 我店里管钱 但是她讲得很好听 她就说第一份工作 就是想要在你店里 这样你也可以照顾妹妹 但是我真的是为这个妹妹好 所以才希望她可以学一技之长 想把自己的技术交给她 结果没想到就是 让男朋友的妈妈很不开心 你没购买了吗 没有啊 因为我没有缺这个 阿姨的你家庭呢 还知道没分手了 后来没有 后来对啊 但是又买保险了呢 我跟她交往其实七年 然后这七年 我这七年买保险 大概买了五年吧 然后后来还亏了一点钱 这样子啊 对啊 那当时前男友的妈妈 要她的女儿进来 那你男友的态度 当时是什么 她就觉得很好啊 她说这都是一家人在帮你 为什么你不要 对 但我的心态是 因为我也有我妹妹啊 就是这家店 其实是我跟我妹妹一起 就妹妹也有在帮我管钱 然后但是她也有当学徒 在帮忙 然后就是从扫地拖地这些 然后到剪头发技术 我都有在交给她 我就觉得这才是真的一家人 那就让男友的妹妹来管钱嘛 那你妹妹去管你 你的那个男友妈妈的钱 让她作何感想 交换管嘛 对啊 所以是你觉得他一直想要做 管他们发郎的钱 有别有居心吗 有 因为这个发郎最重要就是 就是钱财 裁员 因为像我朋友他就是做 这个发郎的 他们家很特别就是 他的钱都你们都收仙金嘛 都放在抽屉里面 可是发现他明明就做了很多 可是为什么 回去的时候都没什么钱 因为他们不是被偷 是因为家人 家人先生出去就拿一千块 儿子说 妈 我要那个两千块 就是那个现金有没有 因为你们不太可能 去逐个计算 也不会什么experber 都不会 所以都是收现金的 收现金嘛 现金后都都在抽屉里面 那所以如果他当会计 表示他可以所有掌握住 所有裁员 一来掌握裁员的时候 你跑不掉 第二个现金是他掌握 你没掌握 你不太可能记得多少 谁做多少 你不太可能 做你很累嘛 对 所以说他目的这样 而且掌握之后就掌握店 掌握这就等于掌握店了 而且你还不敢告他 你告他说他告你逃漏税 对不对 对 他逃漏税 因为你今天 你一定没有报税嘛 对不对 那就他不敢逃漏税 所以 没关系 追溯其过 没关系 二十年前的事过了 对 吓死我了 会查过的很重要 就是这样 小时候不懂事 可是我就突然想到 那一间法廊会收 就是因为 第三年 我爸爸每天都来站岗 因为他知道我收现金 如果我没有把 每天的营业额给他 他是不会走 那时候的房东太太还说 那个苏小姐 你爸爸对你很好 每天都来看你 然后看头看尾的 心里就有苦难言 因为我如果没有把柜台 这个现金的钱交给爸爸 他不会走 不过我说起来 这个前男友的妈妈 他如果当时让他的女儿进来学 搞不好他现在 如果做老闲 而且还连手店都老闲 对不对 如果只做会计 说起来他可能没有学到一技之长 这个 我们小学就是有的人 喜欢动用关系 享受特权 那这个詹老师 你说你爸爸本来在教育部 对这个那个时代不一样 不像现在很严格 现在我们客户里面 有的去当那个环保车 都要考试 收垃圾的 包括当工友都要考试 对对对 可是那个三十年前是不用的 那时候我爸爸是教育部的 教育厅台湾书店 也就是说你们 不好意思 台湾书店是不是重庆南路 对对对 不好意思 你以前你们几个人念的书 国小 国中高中 都是我爸爸负责发送给你们的 算是虽然你国家薪水 算是功德无量 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权利 那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是任劳任务的行政跟工作人员 他有百分之十的机会 配发给一些临时工的人员 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 就是会给一些家境很清寒的 老公死掉的 或有忧郁症的 或是真的是未满十八岁 也让他建一点工 赚点钱 帮忙辛苦 帮忙辛苦 可是这些人呢 现在有的人在美国很有成就了 有的都读书很有成就了 都会 我都跟我家人联络 谢谢你爸爸 那时候给我们这个机会 当然这个行为 不 不然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是有的 现在是不行的 可是 可是你刚刚说到银行那个有没有 其实银行是不行的 但是合作金库 或者什么叫什么 一些小的那种私人银行 其实这种还是有 他找合作是最有的 所以他搞错当外的 那比较利用裙带关系还是有 对 所以那时候我爸爸也帮 也因为这样子 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也帮助了很多人 是 你以前在金门当兵 爸爸也把你调回台北 真的没有出席 我真的没有出席 对不起我爸妈 真的是 因为我那时候到金门去 也兵变嘛 情绪也不是很好嘛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男生嘛 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但我爸爸正好有认识 空军总部的某个处长 那这时候就 我说 空军总部的处长 一般来讲应该是少将 中将 准少将 准少将 OK 爸爸正好一点 爸爸也是 也是 军人嘛 以前是军人嘛 认识一点 他的官阶是 以前是上校啦 上校 上校很大啦 就是有上校的读书的资格 才能够直接转教一步 是这样子 重点在于说 那时候想说 我就叫我爸爸 可不可以帮我调回去 在这里很辛苦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 不撑头来 是没什么出席啦 OK 我爸爸就送 所以意思就是 现在很撑头 还可以看 现在办这一修 现在办这一修 改过了啦 好不好 改过 年轻人去 遇到兵变 我爸爸就帮我 想办法送点礼物 给那边的处长 可是有些都是命啦 OK喔 礼物也送了 也把我调回总部去了 哪里总部 防炮总部 防炮司令部的总部 在桃园那边啦 算掉到那边去了 那时候好缺 算是蛮舒服的 可是命随运转啦 待了没两三个月 你也知道 突然我们部队要 移防啦 要移到那个澎湖去 那又是我 又是离岛啦 但是金本 你澎湖总比金本好啊 所以你朋友还是饱了 还是饱了 是说通常进驻会三年到五年 可是我们那个部队 正好快满三年了 又被调到澎湖去了 调就要点人数啊 这个人跑去哪里了 在防炮司令部 就把我调回去 又还是在外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找关系也好 有些东西是注定的 你是跑不掉的 却问为什么我们这社会上 总是有很多人会利用特权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的确会有 就是譬如说通常找关系人 这不是在讲张老师 对对对 而且那时候 错误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常有的事 是我们没有特权的人 我们有的话也会去 很不应该的 所以记得 以前看到这种人都想揍他一队 真的 因为我们没特权的人 真的是想揍那些有特权的人 对对对 其实通常会找关系的人 其实对自己的自信心 是比较不够的 不相信自己 所以他中心就一直去找关系 那像这样的状况 只把中心放在找关系 就不会自己追求成长 去找那个成功的路径 那想特权的又有点 想特权的人通常他都会觉得 我要比别人更多 拥有更多 然后我不用经过努力 我就可以拥有这些特权 所以他们都会想找捷径 最快的成功 然后最快的方式得到自己所想要的 然后我的需求都要得到满足 所以如果说对方是找关系 又靠特权要很小心 因为他们通常不太能够承担责任 他会把自己的失败都推给别人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危险 像刚刚詹安老师有提到 因为我们两个爸爸都是军人 那我爸爸也是军人 曾经他有帮过一个朋友的朋友 就是说就是在当兵的过程 然后就给他去关缩 然后给他一个比较轻松的位置 那因为我爸以前他的同学 他的同学很厉害 可能譬如说在外岛已经当到最大的主管 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 那个官说的人居然 我就说这种人格特质要很小心 他逃兵 差点就连累到我爸的同学 那么大的官被连累到也不得了 后来那个同学就跟我爸爸说 以后这些靠关系 讲这种通通不一样 不可能 所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 所以我其实会觉得靠关系 想特权的人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们的人格特质 常常会给你出一些状况 或是反而帮他介绍的人 未来会惹到麻烦 要很小心 搜寻命运好好玩